大家好,欢迎收看良品电影 今天为大家分享的电影是《九龙兵士》 九文龙本是江湖中人,在黑社会里叱咤风云 和人厮杀的过程中,九文龙被一把刀插进了大腿 死里逃生的九文龙被人出卖,在泰国被拘捕 多年后,九文龙回到了香港 此刻他已经看破了城市,只想做一个普通人 他找到开兵士的老友康哥,并且在康哥开的九龙兵士里当起了服务员 然而生活却不是一帆风顺的 九文龙回到香港的市却搞得人尽皆知 九文龙曾经的兄弟纷纷来找他,并且要求他重出江湖 但决心已定的九文龙不为所动,一一回绝了昔日的兄弟们 一天,一个带着孩子的女人来到了九龙兵士 看似无心的女人却故意把孩子留在了九龙兵士 女人后来通过电话告诉九文龙 这个孩子是他和前女友Helen的孩子 原来六年前,九文龙要去泰国执行任务 但是任性的Helen却执意要去 为了保护Helen,无奈的九文龙只好不辞而别 然而,此次一别,两人就断了联系 九文龙被捕后,就再也没有了Helen的消息 而把孩子送到九文龙身边的女人是Helen的姐妹 由于Helen的现男友不喜欢儿子小龙 于是小龙一直是Helen的姐妹在照顾 但是由于赌输了所有钱,为了躲避追债人 Helen的姐妹把孩子送到了九文龙那里 此刻的Helen已经从姐妹的那里听说了这个消息 她决定去见见昔日的爱人九文龙 而在兵士里做服务员的九文龙 对突然出现的儿子疼爱有加 她开始尝试去做一个好父亲 并且和乖巧又聪明的小龙相处得十分融洽 之后,九龙宾室里一群混混来找茬 羞辱九文龙,此时碰巧Helen来了 混混见到Helen后赶紧走了 Helen想重新邀请九文龙重新出山 并且表示自己会帮忙 但九文龙拒绝了她 而Helen对此时甘心做普通人的九文龙感到失落 昔日的那个潇洒的九文龙不见了 但Helen还是决心要逼九文龙出山 在冰室工作的九文龙接到小龙老师的电话 匆匆忙忙地赶到学校 原来小龙在学校和同学打架了 到了学校后,九文龙发现 原来小龙的老师竟是每天去冰室抽烟喝酒的老顾客 这件事情后,阿蒙对小龙照顾有加 原来阿蒙已经暗暗喜欢九文龙 之后,为了逼九文龙出山 Helen故意激怒黑社会成员火山 想借机逼九文龙重出江湖,救出自己 得知这件事情的九文龙 却找到了Helen的男友,黄子 黄子常年混迹于黑帮 他救出了Helen 但是Helen一点也不领情 还拿自己与九文龙的事来刺激黄子 并要和黄子分手 离开黄子后的Helen来找九文龙 还继续劝他出山 九文龙不为所动,拒绝了Helen 之后,两人一起给儿子过了生日 留宿在了九龙宾室 黄子感觉面子大失,恼羞成怒 绑架了小龙 并且找人,夹了九龙宾室 为了救儿子,九文龙出山 与黄子一对一搏斗 最终打败了黄子 被打败后的黄子心服口服 并且约定要离开香港 然而故事却没有结局 就在此时,一位小弟持刀出现 他的大哥曾经就是被九文龙杀死的 九文龙拦下了刀子 却没想到放走了小弟 正当九文龙抱起儿子时 这个无名小弟除暗刀 刺中了九文龙的心脏 这位曾经叱咤江湖的风云人物 就这样,城归城,土归土 不同于马楚成导演的其他作品 这部《九龙宾室》更多地去讲 富与子之间的亲情 而不是黑帮里的打打杀杀 也是对《古惑仔》系列的一个终结 告诫大家,不要一时冲动而悔恨终生 不一样的电影,不一样的我 良品电影一直等你哦